随着新冠逐渐轻正化 室内口罩有望松绑 指挥中心甚至预估 新冠的法定传染病层级 将在五六月下降 等于正式回归正常生活 国内防疫跟着国际趋势松绑 美国日本相继宣布 将在五月释新冠为流感 就连WHO也传出四月开会 可能解除紧急状态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变数 会不会产生新的变异株 中国的因素消失之后 那事实上来讲 可能在四月底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会把最高警戒等级中移除 隔离跟检疫 如果在渴望在三月左右 如果没有大波的流行之后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以先来进行四月左右的时候 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 所谓对于这个通报的 这样的一个改变 五加恩将为零加恩 修改通报定义降级一步步来 不过防疫责任回归个人 中央监测又有哪些该主意 牛杆的这个疫苗 还是可以预防感染 可是对于新冠肺炎来讲 目前这些疫苗政策来讲 大部分都在预防中中症的 不是预防感染 这两个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才需要考虑到今天 每一年是要打两次 还是每一年打一次 中中症监事还是 会跟牛杆不一样的地方 是要更为谨慎 休息在家里三到五天 那另外你在家中 当然一定要备妥 所谓的血氧机 医生也叮咛 若有呼吸急促走路易喘 嘴唇发紫脸色发白 甚至胸痛都有可能是 轻症转为重症的前奏 提醒民众就算新冠降级 防疫疫事人不可松懈 欢迎新闻林博翰 白玉飞台北报道